歡迎收看與眾不同 我是翁俊悅 最近上週有報導 寵物的商機不斷 然後大概已經上看有500億 這樣子的一個敘述 那也在疫情的關係 也導致很多人 在國外的話 有很多這種心靈上面 受到這種被封城 或是說居家隔離 這種心靈上面的一些狀況 而導致很多人去領養 或是說認養這些流浪狗 或是說去飼養很多的寵物 來當作自己的一個家中的伴侶 那這樣的狀況其實 在受益師的角度上面來講 其實要跟大家提的是說 當你在飼養一個寵物的時候 受益師看看的不是這個商機的問題 而是在於對於生命照顧上面的一個態度 那我們希望的是說 當你在飼養這些寵物之前 你應該是停看廳 先宣傳看 你自己是不是有辦法對這個生命去做負責 其實很多人現在不生小孩 當頂客主 然後去養寵物 其實我們常常在臨床上看到的就是說 牠只是一時的興起 可能一時的寂寞去飼養了這隻狗狗 可是對牠的這些食衣住行、育樂 甚至牠生病的時候的照顧上面 其實都沒有想像到後面的部分 需要的花費或是時間跟精力 是要付出這麼多 其實你想想看看 其實牠跟養一個小孩 其實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性 所以少子化的社會 雖然說我們養寵物的人口會增加 但是我們相對上面臨到的是對你這個生命中的負責的一個態度 所以不管是領養 或說你去購買這些這個民種 品種犬或是說品種貓 其實你都是應該保持一個正常 一個很好的心態 就是說我應該是對這個生命去做一個完整的負責任 這才是一個正確的一個態度 那不然我們就常常會在一個疫情過後 我們或是說我們常常在一個電影的一個上映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米格魯很可愛 所以就一窩蜂的養了一群米格魯 或者說可魯很可愛 我們就養了一群拉不拉多 這種狀況就會發生 那其實在飼養動物上面 其實你要知道 你應該先做足功課 這個狗狗或是貓咪 牠在家裡牠是怎麼樣的角色 牠的這個生理的反應或是怎麼樣 你如何去跟牠做好相處 甚至說你是不是有時間能夠 像狗狗你是不是有時間帶牠去戶外去做活動運動 甚至帶牠去上大小便這種方式 那貓咪的部分你是不是有辦法去照顧 照顧牠的這個食衣住行的部分 去做蠶食官的工作啦 或是說去幫牠梳毛啦 像這些動作的話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狀況 那不然就是會到了一個狀況就是說 我們在疫情期間我們就養了動物 可是疫情過後呢 我的生活我的人際關係又恢復了 我又開始把這些動物棄養了 然後導致這些流浪動物變得越來越多 所以在這個環境當中我們希望的是說什麼 我們除了能夠飼養寵物陪伴我們 我們更應該付出我們的責任跟愛心去培養牠一輩子 所以不管在怎麼樣疫情的這個嚴峻 或是你在飼養動物的這個方面上面來講 你都應該要保持到一個心態就是說 我既然養牠我就要對牠一輩子負責 那我們假如在飼養寵物的時候 我們應該注意什麼事情 第一個你要先了解你居住的環境 你假如說是居住在一個我們所謂的 就是空間不大的一個公寓式的環境的話 你就不適合養大型犬 那你假如說是有大院子的 當然你就可以適合去飼養大型犬的部分 那當然在公寓的部分來講 目前大概是飼養小型犬或是貓咪會比較適合 但是你在飼養這個寵物的時候 你應該是看看你的這個公寓 是不是適合這樣子的一個飼養模式 因為你要了解某些小型犬的部分 它是比較神經質的比較容易會吠叫 會不會替鄰居帶來一些困擾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你家中的環境 是不是應該能夠有足夠的空間 讓你的動物去做活動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說 你在飼養的部分來講 你除了提供它足夠的水分 跟這個營養方面來講 你是不是能夠每天能夠跟它有時間去做互動 而不是養了一個動物之後 把它關在你的房間裡面而已 所以飼養寵物是一個責任的開始 所以也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謝謝大家收看與眾不同 再會